美国祸不单行 疫情尚未结束 以明州警方街头执法不当 造成一名非裔不幸身亡事件而引发的抗议 急速演变成公然抢劫纵火的暴乱 几十个城市的成百上千家商店被暴徒砸开 截掠一空 有些被放火焚毁 其中也有不少店主是非裔 面对突如其来的暴乱 明尼阿波利斯的基督徒们第二天就走上街头 清理狼藉的街道 刷洗污秽的墙壁 他们还带来食品 日用品 摆在被迫关闭的商店门口 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 佛罗里达州的牧师带领警员 与和平抗议者一起跪地向神祷告 求神用他的公义和大爱保守美国 图片传开后 各地都出现了警方与抗议者一同跪地向神祷告 相拥而弃的感人场面 和平示威在美国几乎天天都有 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尊重 但人群中混入不少司机作乱的暴徒 令人痛心的是 白宫附近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圣约翰教堂被纵火 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谴责抢劫纵火的暴徒 这并不是抗议者 这并不是在马丹 Luther King Jr. 这并是瘟灭 所以当你烧毁这个城市 你烧毁我们的社会 如果你想要这个城市 就回家 随着萧经领实施 事件逐渐平息时 有人又想办法分裂族群 居然要求警方、官员 甚至平民百姓 为自己的肤色向非议下跪 我们应该下跪吗 先问问下跪的对象是谁 下跪的目的是什么 不错 耶稣也曾下跪 他给门徒洗脚时跪下 他在克西玛尼向神祷告时跪下 但在叫嚣定死他的报名面前 他没有跪下 圣经中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但以李里的三个朋友 即使被丢进熊熊火窑中 也不像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跪拜 对基督徒来说 圣经里没有明确禁止的对象 可以随个人所愿去跪 跪天、跪地、跪父母、跪老婆 无可厚非 但面对偶像强权无理的要求 却不能下跪 马萨诸塞州的一位犹太教拉比格林说 我不会在任何运动想法或人面前下跪 不管他多么善良或重要 无论你多么强大或如何威胁 我只能跪在上帝面前 这位黑人大叔表示 黑人朋友们 我实话实说 如果你认为你有权要求他人跪下 请求你的饶恕 你让我作偶 我要对白人说 如果你没有做错事 没有必要为祖宗做的事感到内疚 而向黑人下跪 历史证明 任何国家 任何政党 任何民族 如果用暴力强迫别人向他们下跪 只会引起更大的冲突 我们依靠的神 我们坚信的圣经 五十多年来 引领美国在人权方面不断进步 这进步不是由杀人放火的暴徒推动的 也不是人们向暴力屈膝下跪得来的 而是多数人遵从圣经的教导 向神下跪 谦卑认罪悔改得来的 Trey Eloit只有七岁 他对妈妈说 我想为警察祷告 他们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 无论在街头或在警察局 几天来 他已经为一百多位警员祷告了 听听 这质论的祷告声 这才是改变美国最强大的力量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